视频中发生争执的两人 你永远想不到 居然是因为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 为清华日军立碑 事情本身就已经足够荒唐 结果立碑的相关机构 还是当地政府 甚至负责人还振振有词地 说这是爱国行为 面对这样卖国的举动 来自天南海北的武壮士 依然来到小县城里 愤怒地将鬼杯砸了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县城公开为日军立碑 还不然中国人靠近 这种卖国行为 竟然被美化成爱国的 在2011年的7月份 位于我国黑龙江省的方正县中 当地政府居然公开为清华日军立碑 并且还招待了很多日本人 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 这一举动被当地市民火速发到网络 没有一位中国人 能理解当地政府的行为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地卖国 于是很多市民纷纷来到鬼杯前 跟他们进行争论 可没想到 这些工作人员 非得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瞧不起中国人 于是 趾高气昂的工作人员 驱赶市民的视频被上传到网上 引起网友们的暴怒 据当地居民述说 这块鬼杯 就在方正县刚修建好的 什么中日友好园林里面 而这个中日友好园林 就在烈士陵园隔壁 由于烈士陵园修建的比较早 早已经破败不堪 结果方正县政府 非得不重新修缮 反而在隔壁 发70万修了个中日友好园林 就已经遭到了很多市民的反对 他们都力争重修烈士陵园 而不是为日本人修建园林 可政府丝毫没有听取民众的意见 在消息放出之后 还大力对方正县街头进行整改 比如让沿街的商家招牌上要写上日文 还要挂上日本国旗 街头的路灯和公交亭 也要带有很浓厚的日本元素 方正县的市民 感觉政府的行为越来越离谱 要知道 在抗日战争时期 东三省是日本的重点侵略对象 日本在这里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按理来说 东三省的民众们 对日本更多的是憎恨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情况 况且在我国 从来没有哪个城市 为日军修建过园林 将城市改成日本的样子 将愤怒情绪推向高潮的 是在七月底 在所谓的中日友好园林中 刚刚落成的鬼碑 方正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 还在现场 和日本驻沈阳大使馆的日本代表 进行合影 之后 更有一大批的日本人 穿着日本传统服装 进入中日友好园林 进行嬉戏玩闹 如此荒唐的景象 就发生在我国的土地上 还是在东三省 顿时当地居民忍不了 他们组织起来 冲进这个中日友好园林 要让政府给个说法 为什么宁愿建造一个园林 也不愿意修缮烈劣势陵园 这些烈士们为了保护国家壮烈牺牲 才有了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 结果他们死后 作为后人的我们 非但没有给到足够的尊重 反而在隔壁修建了纪念日军的鬼碑 作为中国人的政府 难道不感到可耻吗 可不管市民们怎么申诉 当地政府都没有回应 甚至在园林的大门口 贴出了中国人不得靠近的告示 方正县政府如此没良心的行为 彻底点燃了怒火 每天都会有居民来到园林门口 进行抗议 从来没有听说过 哪个国家壮碑是为了仇人而立的 这块鬼碑上记录下来的姓名 全是清华日军的名字 这原本应该是定在耻辱柱上的 却被受害者的后代们拿出来纪念 荒唐至极 不仅如此 这块鬼碑上还写着 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 这挑明了就是告诉世人 方正县政府完全将当时的清华日军 当成功臣来对待 这跟一百年前的汉奸走狗 有什么区别 当立碑这件事发布到网上后 舆论的攻势来到了最高峰 当今时代的汉奸走狗 为清华日军立碑 一点都不配做一名中国人 最终武壮士之身来到方正县 报答汉奸走狗 当这件事被上传到网络之后 网友们一致地认为 方正县政府这就是在卖国 纷纷为其感到不耻 在国家层面 所有的网友都是同一口径 对方正县政府开炮 要求当地政府必须立即拆除鬼碑 重新修缮烈劣势陵园 不过面对网友们铺天盖地的骂声 方正县政府依旧我行我素 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行为有问题 甚至方正县政府人员都出面狡辩说 这个园林并不是为了纪念清华日军 只是为了吸引日资 并让当地居民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 他的这种鬼话也就日本鬼子会信 你说不是纪念日军 为什么要为其立碑 还在鬼碑上刻上清华日军的名字 所有人都知道 立碑都是为纪念有过 突出贡献的人财力的 难道堂堂的方正县政府 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很令人怀疑 文盲是怎么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的 怕不是脱关系进的吧 其次吸引日资 全中国日资最多的城市 比如上海 青岛等地方 他们怎么没有为日军 修建恶心人的鬼碑 跟日起合作并不反对 但也不代表着 政府必须要低三下四的 跟个舔狗一样 在国家利益和尊严面前 一切行为都必须以国家为主 这是每个党员必须要熟知的 难道方正县的政府人员 入的是假的共产党 最后为了让当地居民牢记历史 最好的爱国教育地点 就在终日友好园林隔壁的烈士陵园 宁可花七十万修建鬼碑 把园林打扫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都抽不出空来 将荒无人烟的烈士陵园修缮一番 这怎么让居民们牢记历史 连这点小事都不愿意做 还装成一副人样 在这里狡辩 对于当地政府的说辞 自然是没人相信的 他们又说 鬼碑上刻的名字 是日本的开拓团 这才是最展现当地政府 愚昧无知的 什么叫开拓团 他们口中所谓的开拓团 不就是在那个年代 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名号 在我国的土地上 进行惨无人道的侵略活动 并且奴化我国的民众 强制他们学习日语 想要从根本上 断了中国人的根 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 不仅进行着武装侵略 还进行着文化侵略 这种才是最致命 文化侵略一旦成功 将会使这个民族 都没有反抗意识 只会活在侵略者的暴政下 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 被侵略者一点点蚕食 最终导致的 不仅仅是王国这么简单 而是灭种 现在的方正县 进行所谓的城市改造 跟以前的开拓团大同小异 这明摆着 是想要从文化层面侵略 网友们知道真相后怒不可遏 在各个网站上留言 要去方正县 把他们修造的鬼碑给砸了 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的中国人是有血性的 是不怕外国侵略的 于是有五名来自天南海北的壮士 相约砸鬼碑 他们是来自河北的网友人间布公 也是发起人 其他的是来自湖南的寒中 吴百 河南的梁志 已经江西的飞天燕子 几人在网上简单的商议时间和路线之后 纷纷赶往黑龙眼 在中国的领土上 为日军立碑 这种荒唐的事情被网友们强烈反对 五壮士前往杂碑彰显血性 五名壮士在8月2号的时候 全都来到北京 碰面之中 进一步商讨了杂碑的计划 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五壮士一起坐上了前往黑龙江的火车 来到黑龙江后 壮士们显示 来到鬼碑前进行勘查 结果远远就发现在鬼碑前 居然有很多保安在巡逻 看样子是舆论发酵的太过分 当地政府怕有人搞破坏 才设置的巡逻人员 壮士们在确定了距离和地点后 便下车来到店里准备工具 他们买来了榔头和锤子 还准备了很多红油漆 第二天 壮士们乘车来到鬼碑这里 但他们发现这些报案巡逻的特别频繁 想要从正面突破什么困难 单凭他们五个是不太可能的 只能想想别的办法 这是他们发现 整个园林都是修建在一座山上 他们下车沿着这座山走了一圈后发现 后山的警力 相比鬼碑那里的人更少 是最佳的突破方向 于是在商议之后 所有人都同意了这个方法 说干就干 他们将所有的工具从车上拿下来 打算从山上绕过去 但是由于这座山只开发了半部分 后山这里根本就是无人涉足 各种乱石和落叶 壮士们行走得十分困难 要知道走在这种路上 就算手中什么都不拿 都是一件十分耗费体力的事情 更何况壮士们手中还拿着两桶油漆 这段路显得格外艰险和劳累 但壮士们不会因此而退缩 他们互相打气 在路途中高歌团结就是力量 心中燃起的是民族责任感的那团伙 他们知道总有人要去做这件事 万万不能让国家的尊严受到侮辱 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 壮士们斗志昂扬 在历经了三小时的跋涉之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鬼杯后 壮士们并没有立即行动 他们在暗处细心观察着 鬼杯上日军名字清晰可见 他们用手机拍下证据 随后趁保安人员放松警惕 前去吃饭的时候 壮士们意识到这是绝佳的机会 他们连忙将跑到鬼杯前 打开红油漆就泼了上前 其余的则拿出榔头 狠狠地砸向鬼杯 可由于石头的密度太大 榔头造成的伤害太小了 最终只砸出了小缺口 甚至连裂纹都没有 壮士们完全被激怒了 没想到为日军建造的鬼杯 居然这么坚实 他们轮番上阵 势必要将鬼杯砸倒 这种动静很快就被保安听到 他们迅速来到鬼杯旁 想要上前去阻止壮士们的行为 但壮士丝毫没有理会保安 一直在砸鬼杯 与此同时 在路边的居民看到有人砸鬼杯后 他们二话不说 也迅速加入队伍 最终一群人扭打在一起 随后工作人员和警察 也都闻声赶到 现场乱作一团 警察们随即将武壮士抓了起来 但是武壮士没有一点胆怯 他们高喊着 自己做的是正确的 国恨家仇 不共戴天 随后在警察局中 武壮士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 那个鬼杯就该砸 如果让他们重新再来 还是会选择砸鬼杯 最终武壮士 只被警方进行了口头教育 而方正县人民政府 迫于舆论的压力还是将推土机开进了园林中 武壮士也因此一战成名 在火车站受到了众多国人的尊敬和赞扬 这次不仅仅是武壮士的胜利 更是全国人民的胜利 宣告着曾经软弱无力的中国已经成为历史 现在的中国人民是坚不可摧的 任何想要分裂国家的行为 都将会受到猛烈的抨击 同时 众多的国民们也要明白 如今的太平盛世 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我们更应该牢记使命 切不可忘本 铭记这些烈士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